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内置变量内幕 它有什么作用 好 那么在讲内幕属性的用法之前 我们先对我们上节课提到的DR函数 作为一个补充 好 我们在这里 再新建一个C16PY零件 好 我们上节课说了DR函数 这样可以打印出当前模块里的 所有的可见的变量 但是当时我们可以看到DR函数的内部 我们是没有传任何参数的 给大家写一下 好 那么这里我们要说的是 这个DR如果你不给它的括号里面 传任何参数的话 它就会显示出当前模块的相关的变量 那么如果我们想显示出指定的模块 或者是指定的类对象 当中这样的一系列的变量的话 可以把这些变量作为参数 传到这个DR函数里面去 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在这个C16文件里面 导入一个系统 就像一个S1S 好 然后我们把S1S作为参数 传递到DR的内部去 然后我们再来Print看一下 DR这个函数的反复结果 好 我们就写Person C16 好 这里再次反应了特别多的 大家看一下 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些变量 好 所以说DR函数的这个用法 那大家要守折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编程可能对这个DR函数 用的比较少 但是如果我们是写一些 这样的一些基础的框架的话 那么这个函数可能是用的比较多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么当你想去查看 某一个模块或者是某个类 它上面相关的变量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DR这个函数 好 然后我们先建一个文件 讲一个新的知识点 C17.py 那么我们很多同学 可能有一定的Person基础 然后也在一些Person的这样的一些 优秀的模块文件里面 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 好 艺术 杠杠 面是等于 这样的一个章章 面啊 好 好 这里要加一个引号 还是个记录券 好 那么在Person里面 有一句非常经典的画是可以概括 这样的一句代码的意思的 这句话就是这样的 很看似的 Make a script both importable and executable 就是少一个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你的这样的一个Person脚本 既可以作为一个普通的模块 提供给其他的应用程序来调用 也可以让它自己成为一个可以执行的文件 我们呢从上节课的设例里面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 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模块文件啊 比如说这个T1下面的C9这个文件啊 它确实呢是可以啊 既被当作一个普通的模块啊 由我们的C15啊 导入进来 但是然后同时呢 它自己本身呢 也可以啊 作为一个可执行的文件啊 被直接执行 但是有时候啊 如果说一个模块啊 既想啊 被作为一个可执行的文件 同时呢 又想作为一个普通的模块啊 当他们处于两种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情况下面呢 我们有一些代码的逻辑的处理是不相同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模块的内部啊 我们就需要知道啊 到底此时呢 这个模块呢 是被作为一个普通的模块 导入到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里面 还是说它本身呢 是作为一个可执行的应用程序啊 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呢 就可以啊 让你知道当前的模块是否啊 是一个入口文件 好 我们呢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呢 如果啊 它是作为一个入口文件啊 被派系直接执行的话呢 我们可以打击出啊 这个行为 啊 APP啊 顺便打击出 好 然后正常的情况上面呢 我们bring 可以掉 拿去 好 好 好 那么假如说啊 我们现在呢 直接运行这样的一个python c17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哎 这里怎么是打出了 这些一种盲锁啊 看一下啊 啊 这里多了一个下滑线啊 只有两个下滑线啊 好 我们去掉一个 然后呢 我们再一次运行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如果它作为可执行文件的话呢 两个啊 都会打击出来 因为呢 当 如果它作为可执行文件呢 这个name 确实是呢 是等了这个name的啊 所以说 printed lixiv lixiv app 就会被执行啊 好 那么假如说呢 它作 它是作为一个模块啊 被导入进来的啊 比如说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 c18.ty 好 我们呢 import 加那个 c17 好 我们此时运行PathC18.0了 好,我们发现VC的model C17仅仅会打印这样一个VC的model 它作为Name可执行文件的这样一句VCAPP 是不会被打印出来的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内置变量的一个经典的用法 那么包括上节课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 Doke这个变量它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用处 就是比如说我们想去做这样的一个我们项目的自动的文档生成工具 那么这个Doke的属性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可以用程序把我们项目里面每个py文件里面的Doke Doke变量的质量都给读取出来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Doke这个变量其实就是当前文档的注释 这个也是在这个方面是很有用的 好,那么在本节课的最后给大家复带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用的比较少 但是有兴趣的东西能给提一下 我们还是到我们之前这节课的C15 这个文件里面来 好,当时我们也试过了 如果我们使用passing c15.py的话 这个C15的模块会被当作一个入口文件 所以说大家看到它的内容是面 然后packaging是没有任何识的 那么在python里面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这个可执行的文件被当作一个模块来调用吗 好,那么python也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秘密方法 我们通常运行一个文件的时候 都是直接用python 然后这样一个加一个模块的文件名称对吧 好,那么python提供了一个-m参数 可以把这个可执行文件当作一个模块来运行 好,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那么如果你认为你现在在这个C15 再回顾一下它的目录结果 如果你认为你的命令行的位置是在C15 这个目录下面 然后直接运行python-mc15.py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C15.py 文件当作模块来运行的话 那么你就错了 因为它会报错 好,那么正确的方式就是 你必须让这个C15这个模块 具备一个成为普通模块的条件 好,我们可以这样来尝试一下 cd回到上一节目录了 好,现在我的这个当前的命令行 是在这个7的上一节 然后我们现在再运行这样一个passing-mc15. 然后这个C15 好,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执行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还是会报错 报错的原因在于什么 报错的原因在于 C15文件里面的import 它import了一个这样的一个C9 然后这个C9的路径是TTLC9 对不对?但是由于我们的路径变换了 我们现在是在7上面 7的这个级别的上面在运行 所以说这句话是执行不了的 我们现在把它给屏蔽掉 我们只单纯看一下这样的一个-m命令 好,现在这个-m命令就可以成功的 把C15当作是一个模块来运行 然后我们看看打印的结构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呢? 还是在package这里 好,大家可以看到了 现在我们的C15文件package是有评的 它的值是什么? 就是C15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目录7 好,那么这个也解释了 刚刚为什么说我们直接在7 这个目录下面运行C15是不行的 因为一个模块 你要作为一个普通的模块的话 你是必须要有一个包子 大家听好了 这个地方就是pass里面 不较难以理解的一个地方 你要让它成为一个普通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必须要有一个包 除非这个模块不是一个普通模块 而是一个可以直接执行的文件 所以说你想 在这个7的目录下面运行C15的话 那你其实还是在把它当作一个可执行文件 C15当作可执行文件 它就没有这样一个排给钱 只有你回到7 这个目录的上一次 把7当作是一个包 当作是一个包 那么这个C15才可以 会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模块 来用-m命令来执行 好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说 我现在如果还想在C15里面再引入我们的C9怎么办 那么你呢 就需要把这个import的路径 这里要改一下 为什么要改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C15它的这样的一个package是哪里 是7主要 好 所以说你在这里就不能直接是T.T1.C9了 我们要加一个7 import7.T.T1.C9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运行看一下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放大一点 大家看这里 这里上面的这个是C9的打印出来的信息 然后上面是C15打印出来的信息 都可以成功打印出来 好 那么为什么导入C9的时候要加上7呢 这个呢 其实呢 涉及到Python里面 我个人觉得呢 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地方 就是呢 涉及到一个相对导入和绝对导入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会给大家放到后面的一节课里面 好好地给大家讲一下 导入呢 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 Python里面的导入呢 还是比较难以理解的 也许我们平时写代码的时候呢 不会注意到 也可能不会研究这样一些细节问题 但是讲课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把它讲清楚的 好 最后呢 这个-m的命令 我来给大家提示一点 就是啊 -m后面 它呢 接的是一个 命名空间 加这样的一个模块文章 它不再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文件的路径了 之前如果我们不加这个-m参数的话呢 其实呢 我们呢 都是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路径 比如说呢 你在这里 我们还是把这个先屏蔽掉 如果你不加-m参数 对不对 实际上你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方式 就是7 这样的 然后呢 是加的是这样的一个Windows的路径符号 然后呢 再c15.py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这样的一种实行方式 或这样一种实行方式 好 然后呢 回车之后呢 它是可以运行的 一个呢 一个呢 是物理 一个是文件的路径 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命名空间的普通方式 好 那么这节课最后的这一部分就是点到我的建议 是大家听一下 了解一下 有技术的同学呢 好好地思考一下 那么对于我们Person的这样的一个才入门的同学呢 可以暂时不要去纠结这样的一些东西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样的一个啊 关于相对导入和绝对导入的问题吧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